根据我的理解,楼主想问的其实就是,SVD能不能改成像美军一样的SAMR般用精准战斗步枪对吧? SAMR仅能算是经过精确调教的战斗步枪,其主要设计目的是为提升步兵班射手,在600米距离内的命中率,让步兵班能够有效对抗敌军小分队,机枪阵地和以临时攻势为依托的狙击手。 该枪是美国陆战队借舰射击队该装M16A2步枪的经验发展而来的,子弹口径以及很多名部件和普通M16突击步枪同用。 可SVD虽说是从AK突击步枪发展而来,可它已然被打造成一把纯正半自动狙击步枪了,拥有自己专业的狙击枪弹和口径,TN系列弹药,还有1220毫米长的枪身,1300米的杀伤射程。 综上所述,SVD在个人看来,无法轻易被改为精准战斗步枪,毛子的A545倒是有可能加强下身管,配套上脱塞及光学瞄准具,还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我军的88狙击步枪,其实算是个不错的精准战斗步枪。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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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